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说一些狠话 让他带着孩子走 现在想起来呢 我真的非常后悔 这么多年 我在外面做流浪歌手 家里两个老人 三个孩子都是他在照顾 期间呢 发生了好多事情 在我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曾经安慰我 鼓励我 和我撑起这个家 在这里 我想对他说 对不起 老婆 我不应该和你发脾气 掌声有请被置信人 李守燕 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你好像一直是不开心的状态 怎么了 大儿子是大学博业主持的 他在一次大赛中获了奖 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比赛 需要路费 伙食费第一千多 是不小的数目 我考虑了 我又和我老公商量 咱们不让他去了吧 咱们家里条件这么差 还有两个孩子 我老公一听就急了 说孩子这么优秀 你不让他去参加 咱们不能放弃 就宁愿咱们自己不慌 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 就吵了起来 到后来他还骂我 让我带着三个孩子走 我当时一气之下 我又出去了 在我们家美口一个小花园 进了一下 你老公说的没毛病 孩子既然有这样的资格去参赛 又是学波音主持专业 一千块钱的路费怎么着 也给他凑出来 我考虑到了 也不能把花在老大身上 后面还有两个孩子 家里很困难吗 对啊 你们家是谁主事啊 钱都是我拿着 你管钱 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闹得彼此都不高兴 是吧 这是多久以前呢 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吧 所以你老公今天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来跟你说道歉 我觉得没什么事 没必要在这里道歉 你们以前这样吵过没有 我觉得夫妻之间 吵两句子是很正常的 也许这次格外的不同呢 对于他来说 对啊 我说不能管花钱 画在老大身上 所以你一直这样脸上不高兴 就因为这个事是吧 对啊 你的工作是入炼师 对吧 对啊 就是给尸体化妆的 对吧 来 我们掌声有请李栋 郭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哈 你的职业是入炼师 对 你上个月跟老婆吵架了 是这样的 那个老大嘛 是在 现在在我们山东艺术学院上大二 做婚人主持 相当优秀的一个男生 这不最近嘛 有一个比赛 是山东省的专业这个婚人主持 比赛他得了第一名 学校里推荐他去 但是这次吧 学校里就补贴很少 剩下的那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去 他妈妈就说不行说 不让他去 就是说在他的身上花了好多钱 我说就是再苦再累这个钱一定要花 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吧 他的出生的身世啊 跟我非常的像 所以吧 我就多看着孩子一眼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让人不可理解啊 你说这孩子的出生跟你的出生很像 对 你是什么出生呢 因为我眼睛有病 出生之后就亲生父母把我房在医院门口了 那就是看不见 我看你的眼睛是有点上眼瞼下垂吧 对对对 我谁我动了 九次手术了 啊 养母吧就是早上出来 给她的那个表姐在医院伺候月的 出来买饭就 冬天嘛 正月二十二 在门口说在听见一个小孩 在哭 一看是我 她就把我 养母刚结婚 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捡起来了 就把我回来家 当时养母的婆婆和公公 就是我的奶奶爷爷他们都不让 养母就是坚持和我养父把我 留在她家里 大小动了 九次手术 上眼瞼下垂是眼部的一种疾病 就眼睛是睁不开的 就一直往下垂 我右眼是失明 你现在看我是看不见的 麻麻糊糊 就是默默糊糊的时候 右眼是失明 苏元0.5 做九次手术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对 养母那个时候公司跟养父 加起来70多的时候 所以手术就100多 养母有自己的孩子没有 他们为了我 他们自己的孩子 就我弟弟 我挽腰了4年 养母对我特别好 那你在养母家应该很幸福 特别快乐 养母养父对我很好 还有爷爷奶奶 但是 从小眼睛看不见睁不开吧 邻居啊 有一些那些小朋友啊 小伙伴就 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小瞎子 看不见嘛 那时候就这样 看不见 随着慢慢长大了 这个情况应该会好一些 你后来不做手术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的 睁开双眼了 还凑合吧 0.5 比睁不开好了 对对对对 我听编导说你 还是一个业余的歌手是吧 对我那个什么我是从小 可能眼睛不行吧 看书也很累的 我上头初一啊我就 不念了 那时候提前我已经跟养母预感了 我说妈我不想念书了 我想出去看一下 我说他以为要开玩笑 我说你这么小 我说你去哪里 我说我想去广州 他以为要开玩笑 后来我又捡了7个月的破烂 又买了把吉他 买了车票 从自博站到了广州 那多大的时候 84年 你多大 我14 除了想出去床一床之外 有没有别的原因 上了初中以后 可能自尊心就是慢慢的就 强一些 但养父母怎么会让你走呢 养父母他们不知道 偷偷走 对我偷偷 我放在那个 就是枕头地上一封信 我给我那个 朋友也说了 我最好一个朋友 我说我要出去 你千万不要跟我爸和妈说 我说到了之后你再告诉我妈 所以我到了之后就写了封信 你多大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被收养 三年级的正月22 我过生日 我从小也特别懂事 可能从小就有一种预感 因为就是跟正常小孩不一样 你看下面的弟弟 下面的弟弟眼睛跟我不一样 我就问我妈 我妈说这样吧 早晚的告你 告诉你说你是妈妈捡来的时候 但是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 爸爸妈妈会把你的眼睛治好 14岁离家出走 为什么没想着去找亲生父母 不想找了 要是找的话 他们又是想我的话 肯定来找我 那你刚才说你的大儿子 跟你的生事一样 是指哪一部分生事一样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 他带来的一个小孩 就是大儿子 十个月 你们俩是再婚的 对 你说的是大儿子 哪部分跟你的生事相像 因为他没见过 他的自己亲生父亲 你离婚过后 你的前夫 没见过你的孩子 播足以后我没让他见 孩子不认识他 他没来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认识是 我们那个县城吧 结婚的时候 都在家里面就做饭嘛 就是喝个喜酒 她吧 就带着小孩 她跟我养母 坐在一个桌子上 我养母那个女人特别善良 自然念佛 很善良的一个妈妈 就看她特别好 我妈就让她吃饭 给她夹菜啊 就照顾她 我妈又抱着小孩 她在吃 旁边的那些阿姨 就说 你这样吧 你儿子还没媳妇 这个女孩那么好 让你儿子娶了她算了 那可能是老天的安排 我就看她挺好 因为我从小 附老师我特自卑真的 能长成这样的老婆 心满意足 她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发型 头发比较短一点 这在村里边太时髦了 那个时候你刚离婚 抱着个孩子 对 去吃喜酒 是 那阿姨坐在我旁边 和我特别偷远 你第一眼见到她什么印象 她在酒席上唱了首歌 她还唱了歌 对啊 你是去跑场子的去是吗 她们都说吧 说你很少回来 因为在广州嘛 她那时候都有吉他嘛 唱首歌吧 你是你是帮新人助兴 还是因为看上了这位姑娘 来在她面前一展才华 到底是哪种 都有吧 我觉得后一种更多吧 是 男人嘛 对不对 看你喜欢的女人总想展一下才华 咱俩想的一样 我当时就那意思 你唱了什么歌呀 唱了一首 异动的心 宇恒老师的歌 你唱两句我听一下 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曾经以为我的家 是一张张的飘跟 撕开和展开旅程 透露另外一个陌生 这样飘荡多少天 这样孤独多少年 终别又回到起点 到现在才发觉 他唱歌的时候怎么你一点哀愁呢 我听了这首歌 就觉得心里面挺动感情 因为我有以前老公对我不好 他警察和酒回来十家暴 他对你好 阿姨对我也挺好 他也把人也过去抱孩子 你也是那个村里的是吧 我妈那里挺好的 他说这孩子我挺喜欢 你们俩谈了多久走到一起 谈了有三个多月吧 我会给他写信 我说我没别的毛病 我说眼睛看不见 你那会儿应该手术已经做好了吧 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 已经是做了第六次了 就那个时候眼睛的状况 还不如现在 对对对 他说你很善良 而且会弹吉他会唱歌的时候 他说我不嫌弃你 你弹吉他还是自己自学的 对我看书学的 两个苦命人走到一起 相伴着过日子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对 那时候孩子才十个月大 对 结了婚以后是在村子里生活 还是去广东了 我在家里找过孩子 我和我妈在一块 你住在他养母家 对对 他呢 他在外面挣钱 你又出去了 出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养母就告诉我写信说回来吧 说因为你有爱人了 你有家了 说而且父母的年龄吧 慢慢的就是老了都 说你回来吧 回来之后呢 又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那种搬运工 有一天夜里吧 看不见 车把我撞倒了 人家就干活的人 人就反应给领导说好几次了晚上的 他眼睛直接不行了 就是那个领导也挺好的 想帮你但是帮不了 这个活着干不了 那这个干不了那怎么办 我又去当歌手了 又回广东去 对 他在广州的 潘芸 那个常年在外 他又在山东 相隔那么远 是吧 又是刚刚出婚 应该很想念 想念没办法 家还有孩子 还有父母 我得赚钱 我那时候平均是 两天给他从邮局里寄一次钱 两天能寄多少钱 我寄的很轻 117 117 我留下的17 我给他寄了100 平常都是50 60 给他寄 他挺顾家 为了孩子 我挺感动的 每两天寄一次钱 到邮局里打一次钱 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贵款 只有邮局 对 是吧 这种生活其实听上去也挺甜蜜的 有个人时常挂念你 他给我生着 我说这样吧 我说你生着 我给你个惊喜吧 可能挺兴奋吧 我把门忘锁了 那钱就放在那个枕头下面 我回来之后就 那钱就没了 精神没了 啊 没了之后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说 我又跟那娘娘打电话 我说这娘娘麻烦你 和你说你 你让我老婆接个电话 有点急事 她接电话之后 我又马上急了 我哭了 我说钱就能偷了 她说她她她她说什么钱 我说我攒了一千块钱 想给你生的时候 给你个惊喜机回去 让父母和你孩子开心一下 我说着说着我又哭了 他就劝我说不要急 不要急 说你要没钱的话 说你给我一个地址 我再从邮局给你挥钱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 要自己孩子 他没敢要 因为有个老大吧 我们说等到老大大一些 我们再有孩子 攒点钱 那钱就偷了 她很好劝我 她特善良 她说人在 希望就在 家在希望就在 对啊 这点钱 丢了不是事 命重要 有两个人都是互相心疼着的 对对是吧 就银筹这一千块钱 要回乡了 两人要孩子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吧 她的命特别苦 我想给她幸福 而且吧 在给她的幸福同时呢 我也想给养母和养父 一份孝心 也让他们开心快乐 因为慢慢的养父养母 都老了年纪 出去的那段时间 你一直照顾着养父养母 对 我和养父养母 在一块生活 那时候你小叔子多大 和我差不多大 他会跟着你一起 照顾养父养母 他也照顾我 我小叔也挺羞丑 养父养母身体好吗 不好 我爸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感觉头有点痛 我爸说你是不是感冒了 他说是吧 我一给他吃点感冒药 到过了两个小时 他感觉头疼越来越厉害了 我说咱也要去看一下吧 我和小叔跟着给他打上车 去了以后 大夫一看 说 该去做吸体 做出以后是消脑出血 就马上上手术室了 进了手术室 出来以后 呼吸特别困难 他平常就有心脏病 搞血压什么的 呼吸的时候张着嘴 大口大口的喘气 一直毁灭着 当时又推荐重症 重症健康室里面了 后来醒过来了没有 没醒过来 职务人状态 一直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吧 都是你照顾吗 我和小叔拥着 他想回来帮我们照顾 我说现在住院花这么多钱 你在外面挣钱吧 我和小叔顶着 照顾一个职务人 其实要花费太多的精力 尤其是大小便 小便是一个尿袋子 给他插着尿管 随时给他倒尿 才可是还还拉稀 半年以后气管都衰竭吧 就拉不下来了 基本上没有 就有时反正 不怕是手抠什么的 你嫌脏吗 不嫌脏 为什么 我爸这个人有心地挺善良的 嗯 对我也是挺好的 我感觉了 耐心话耐心吧 养父现在身体怎样 养父没了 走了 嗯 养母呢 养母的身体怎么样 嗯 走了以后 嗯 待了两年吧 我养母身上 发黄了 人一下子瘦了很多 我把我妈带到医院去 去检查 息息显示 有有一个肿瘤 就一下也一下癌 我当时我不敢相信 我说我妈身体 平常都不大感冒 怎么一下得病得了这种病呢 我一小子就解不住这个事实了 因为养母对于你来说感情更深厚 我妈平常就像亲妈一样 对孩子也特别好 我说不可能吧 我妈身体这么好 你怎么也想得到这种病呢 我不太感兴趣 我不太感兴趣 我说我老公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咱们想办法 我老公就拿他从外面回来了 就请了专家过来 在第一院给他动了手术 养父做手术的时候已经花了一大笔钱 对啊 这养母的手术费从何而来呢 养母的手术费是她卖房子 把我们的房子买 她卖了十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也是你们的全部了呀 对啊 老太太最后还是没能撑过来 假持了两年多 但这两年对于你来说也是很沉重 对啊 是吧 这两年她在家 还是让她在家照顾了一段时间 后来家庭还是支持不住 你还是出去工作吧 外来家里还是支持吧 老太太走之前说了什么没有 她走的时候把我 我两个叫到身边 说 你看你看你儿子眼睛这个样 她平常省吃点用的 谁儿子眼睛怎么样 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 那个医生说 这个孩子眼睛有毛病 说你这个叫那次上脸下嘴 这个孩子遗传 我当时一听脑袋就啪子炸了 我怎么能遗传呢 我那个 养母祖之前那天晚上吧 就把我叫她来跟前吧 我就冬雨你知道吧 我小名冬雨 因为出生的时候吧 冬天很少下雨 正月22 那天下来小雨 她起了一个叫冬雨 她说冬雨啊 她说冬雨啊 您把我扶起来 她说话也很困难 我把她扶起来之后 我说妈妈您说吧 说 说妈妈走了 说妈妈对不起你 说妈妈本来想把这两个孩子 两个眼睛帮你治好 说实在是帮不了你了 我这里还有三万五千块钱的一个存折 说这个钱你父亲病的时候我都没拿出来 这是我和你父亲商量 就是说 说是 专门给老二老三说眼睛动手术了 知道最后 最后这老太太心里还惦记着这俩孙子 后来吧 她那个钱吧过了时间不长 我一个特别好的发小小学同学 找到我 说她妈妈心上搭桥 说需要五万块钱 我说我没有五万块钱 我说我只有三万五 她说你借给我吧 我就跟燕子商量 燕子说 你的同学咱们也挺好 而且咱们现在母亲没有了 说你看她妈妈得了这么难的病 咱们帮帮帮她吧 就帮她三万五借给她 后来一打听她回去是赌博 把钱都赌光了 跑了 我一听之后我直接疯了 我跑到山上 我买了两瓶白酒 我一边喝一边嚷 我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怕她想不开 我又一直跟着她 我说这么点修饰算什么 就当咱们掉了算了 只有你身体保护得好好的 咱们再转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我每次在他一块 警官儿子就过得很苦 但是心里挺快乐 特别快乐 还有呢 主要是现在 就孩子上学吧 党和政府啊 特别关怀两个小孩 该减免呢 有些东西都减免 而且社会呢 和一些好心人 帮我们联系啊 就是给孩子衣服啊 书包啊吃的 因为孩子以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了 还需要再做两次 我是九次 他们需要做四次 感谢有好多的好心人 帮助我们这个家庭 还有一次燕子这个 她的特善良 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她说我捐了五百块钱 我说你给谁捐了五百块钱 她说给汶川地震捐了五百块钱 我当时我说那你捐了五百块钱 家里还有没有花的 其实我 我不是这么说 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我说我找的这个女人真好 她就捐了五百块钱给我赚 那后来怎么坐上入殓师了呀 就是我妈没了以后 我说我妈对我这么好 我送她最后一程吧 我就自己给她敬了面 请她化了妆 给她穿上那种送了的衣服 我感到我妈就是 她就像睡着了一样 也没感到害怕 从那以后 我就上便宜馆工作了 这种工作 但我不留着照顾孩子 要也增强多一点 其实爱和善良是会增强一个人的勇气 任何一个尊重死者尊重死亡 送死者最后一程的这种工作 其实是一份非常光荣的工作 来掌声再送给他们 你是怎么想到到这儿来给妻子说感谢 前几天吧 发生的事情非常的不好 骂了她 在这里向她说一下 对不起 这真的不应该 你为家付出了这么多 你伺候了我的养父养母 发生其他没